北奔王的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是我们H5CC3在移动互联网中开发的第十节课 也是我们图像处理图像处理这堂课内容里面的第二节课的内容 主要讲Canvas 我们上堂课讲的图像处理的内容是讲SVG的东西 我是讲是B2 那我们先对上节课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上节课我们也是讲的图像处理 那上节课我们讲的是SVG SVG我们主要讲的什么是SVG 还有SVG的一些优点啊缺点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就不一一回忆了 如果还有一点以往可以发回上一个的视频 或者PPT看一下 然后SVG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例子 还有介绍它的SVG的一些基本形状 然后对一些比较常见的形状 我们都自己亲手写的一些代码demo去演示看一下 然后再介绍了SVG的一些文本处理和它的界面处理 当然我们上节课介绍只是SVG的一部分 一部分基本功能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SVG的其他 是比较更深入一些功能 也也向大家介绍一个W3C的一个网站 让大家如果有需要进行深入学习的话 就可以上它的网站 让我们上次那个网站去研究 那这节课的话我们主要是叫Canvas Canvas的话它内容我们主要是讲下面几部分 第一个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Canvas 因为Canvas跟前面的SVG它不太一样 SVG我们在讲SVG的时候也说过 SVG其实2003年就出来了一个标准 它并不是H5才有H5里面的内容 那Canvas就是真正HTML5里面才有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H5标准的里面有一部分 所以它跟SVG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会要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Canvas 然后也会介绍一些Canvas的它优点缺点 因为你必须只有了解完它的优缺点之后 你才能了解这一个每一项技术 它在什么时候该去用什么样的技术 第三会介绍一些Canvas的一个简单例子 最开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向大家演示一下Canvas是怎么用的 它画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会介绍Canvas的各种API 因为它的API还是比较多 比较全 然后会有一些复杂的API 是可能不同的浏览器还支持的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列出的API的话 可能都是一些标准的 所有浏览器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一些比较基础 相对是比较大方 比较全的一些API 当然边边角落的那些API 我们可能这里面并没有全部涉及到 然后第三 最后的话 后面的话我们讲一个Canvas的 绘制一些Imager图片的一些东西 我们会通过代码去实力去演示一下 那为什么会要专门用代码去演示一下 绘制Imager呢 因为Canvas的很多的API 我们等下会讲API的话 过程中大家应该能感觉到 它很多API其实跟我们前段SVG 绘制的图形都是一样的 比如什么矩形啊圆形啊还是Path之类的 它跟那些都是一样 只是SVG是用XML去表示的 在Canvas中是用API来画的 所以的话我们不会把之前一项讲SVG一样 就把各种矩形啊什么圆啊Path都来讲一下 再用代码去演练一下 我们会重点演练Canvas的绘制Imager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Canvas独有的 SVG里面是没有这种说 专门去绘制一个图片的一个东西 最后我们会讲Canvas一个点击事件的实现 这个我认为Canvas是比较重点的一个东西 当然它也是一个它对Canvas设计的一个不太 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友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点击事件的实现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这里会要特别用代码去演练一下 因为在Canvas特别是现在很多游戏里面 使用Canvas或者其他一些动画 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多使用在Canvas 当然它会跟用户的一些触摸事件 点击事件的交互的话相当会比较频繁 所以我会把这个重点拿出来也会讲一下 让它知道一下怎么去实现Canvas这种点击事件 它并不是真的像我们说 动物树里面直接绑定Click直接那么简单 好我们进入我们这节课的实际内容部分 第一番我们讲什么是Canvas Canvas它也是一个标签像SVG 它是一个这样的HTML的标签 它是一个用来绘图的元素 通过GS来绘图 这个简单的就是Canvas就是一个HTML的元素 那Canvas的话它只是一个画图的容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画布 就是你要画画的话它只是一个布 但它自己并没有画图的功能 就不是说我只是给一个布给你 那你要怎么在这个布上画什么 画出什么一个图片的话 是通过GS来画的 所以它自身是没有画图功能的 这个是跟我们SVG是区别比较大的 SVG它其实自身就是具有画图的功能 就是你按照它的格式 来写一些XMode的一个标签的一些标识符 它就来自动根据这种标识符来画图 但是Canvas它的标签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标签 但你必须通过Canvas提供的API接口 就是GS接口来画图 Canvas的话也是HTML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固定的高光的一个画图区域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画布 你在定义这个Canvas这个标签的时候 会要设计一些宽度一些高度 就是表示当前画布的一个框高 就是你给用户的或者给开发来源的一个画布是多大的 或者说简单说你给一个画家的 它是A4纸还是A3纸的一个这样的画布的一个大小 Canvas还提供很多GS接口 可以支持画一些Path Box 还有Lens Images 但这个Images是我特意用红色画出来 是它跟SVG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前面几个基本形状的话 SVG都是支持来画的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了Canvas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大家就主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Canvas它就是一个画布 然后它提供一些API给卡巴特去调用 你调用它的JS的API来画一些图在它的画布上 或者它这个容器上进行画图 这个就是Canvas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东西 大家要了解一下就行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Canvas的优点 Canvas的优点的话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支持直接画一个图片 就是我们PNG加FGPG 它可以就是 它可以把一个图片直接绘制到一个浏览器上 所以说浏览器上 或者说我们那个Canvas画布上 当然大家都会说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Canvas去画呢 我直接一个Image的标签 不就把它把图片显示出来吗 那个如果你只是显示一个图片的话 你当然会用一个Image的标签去显示 或者是用Background去显示背景 当然你如果要对图片进行一些特殊处理 比如我想截取图片的一部分 或者说我要在图片上再加一些文字 加一些按钮啊 对这种东西 它就你就没办法去通过背景 或者Image来实现了 这种Canvas说 它会支持把一个图片画到Canvas的画布上 而不是说一定要你按照这个图片 一个一个像素自己去画一个整张图片 当然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图片 你要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画 那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它可以支持把一个现成的图片画到这个画布上 然后你再到这个图片上面 或者说这个画布上面 再做一些自己的一些代码 添加一些其他的形状之类的 Canvas的第二个优点是 支持将画出来的图剪切成为另外一个图片 当然这个剪切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比如我这个 我这个PPT是Canvas画出来的 我可以剪切把这一部分剪出来 然后另成为 就是放到另外一个Canvas 或者是Image的标签里面去显示 当然Canvas的现在是H4的标准 它并没有全部往上 它现在新的一个API接口可以提供 将你整个图另成为一个图片 就比如你用Canvas画了一个PPT 或者画了一个动画出来 它可以把这个图片另成为另外一种图片 保存到服务器或者客户端 但是目前的话 这个API还是一个 很多流浪器还没有支持出来 好像只有OPPO实现的API 叫ToDataURL 它就是意思就是 当前把你的画布里面的图片 转化成一个Base64的图片的格式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格式 保存到服务器 客户端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这节课不会讲这个内容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流浪器 目前还支持不了 当然以后可能是非常一个 一个好的利用的地方 然后Canvas另外一个优点 它就适合Canvas图像 特别多的一些应用 比如游戏 现在我们H5的很多游戏 就是用Canvas的去实现的 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它就支持把一些图片 你设计师一个游戏比较复杂 那边图片什么3D效果 很多都比较多 都是设计师来设计的那么多图片 你不可能用Canvas一个一个去自己把那个图片 一个像素一个像素画出去 就必须用把整个图片宣扰到一个Canvas画布上 然后再监听它各种的事件 比如它点击事件 它的移动事件 通过这些事件的话 你再去操作另外一些图片的绘制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个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在网上去多找一些H5的游戏来玩一下 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是Canvas的实现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Canvas的几个优点 说完Canvas的优点 它有个缺点 也两个缺点大家跟大家说一下 Canvas的动画实现比较繁琐 就是如果要Canvas来做一些动画了 它需要每一张动画显示完之后 清空整个画布再重新绘制 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大家这样理解的时候就行了 你就是Canvas其实它是一个静态的画布 就是说静态的一个图片 你要让它做动画的话 它只能说先画一个静态的图片 静态的画布的一个图片 然后再画另外一个静态的图片 然后把前面一个静态的图片给清理掉 把这个新的静态的图片 替换之前的 来通过这种每一帧的动画的切换 来显示一个整个动画 类似于我们Flash的真动画一样 其实它每一帧都是一个新的图片 只是通过增的快速的时间切换 让我们录影感觉它是在移动 但是它因为它每一次都要重绘的话 所以它是比较相对来实现比较麻烦 除非你说每一帧的动画 动画的那个图片都是静态图片 那相对来说可能就不会 性能就不会太大影响 第二个是Canvas没有一套完整的事件机制 用户点击事件没有办法自动绑领导对应的元素 需要用户点击的做 跟用户点击的坐标去算对应的位置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Canvas里面 你绘制了很多图片 比如一个游戏里面有很多什么城堡 你要用户点击到哪个城堡 其实是它不会像我们HTML一样 你可以绑定到某一个DIV 说每一个城堡都是一个DIV 然后你对每一个DIV进行一个onclick事件的绑定 在Canvas的话 它就是一个Canvas的一个标签 它只有一个对Canvas的标签 进行一个onclick的绑定 但在Canvas里面 到底点的是哪一个图片 或者哪一个城堡的话 它没办法告诉你 它只能告诉你 我点的是Canvas的哪个坐标 那你的话 你只能根据当前的坐标去算 用户到底点击的是哪个元素 这是比较麻烦的 当然有很多牛人在自己实现了一些Canvas的一些 事件的封装可以去实现类似于这种功能 但是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话 不要直接用别人第三方已经封装好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对原理了解的不是很多 我宁愿大家去自己一点一点代码去写 或者说非常丑陋 或者说不太好用那事件绑定的机制 但是你知道原理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要怎么去跟用户的点击去一个个去算位置 这些你要理解 布兰机拿第三方的来用的话 对你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Canvas的一个例子 看一下Canvas怎么用的 那我们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这里是一个效果图 这个例子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其实有一个背景图片 是一个花的一个图片 我们要把这个花的图片通过Canvas宣扰出来 然后在这个图片上面 这个花图片上面写几个字 哈喽Canvas 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 直接看一下我们的我们的效果 关了这也打开太多了啊 关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已经一个现成的一个demo 可以看我们demo就跟我们这个效果图是一样的 我们我们就不解释 我们直接看代码 看我们代码实现的 这个就是我们代码demo.html 其实它的代码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要用一个Canvas的一个标签 就是我们说的Canvas就是一个标签 它不会像svg一样 这个标签里面还有很多什么xml的一件描述符 它没有 它就是一个Canvas标签 一个空的标签 然后给它设一些光图高图 这些是所有标签属性有了 然后我们这里设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边框 让我们区分出这个Canvas的位置大小在哪里 然后最主要的代码就是在这一块 script这一块 这个是通过js的一些脚本 来调用Canvas的接口 我们前面说的 调用它的API去实现画图 那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呢 要获取它的API接口 Canvas的API接口 其实很简单 就是首先我们要查询到当前 你要哪个Canvas的元素 或者我们之前用的什么 或者我们之前用的 都可以 找到Canvas这个标签 然后Canvas有 Canvas有一个方法叫 getContext 它可以获取到当前 一个 当前Canvas的一个 上下文的一个操作环境 它长的一个参数叫2D 这个上下文的 这个获取的上下文的一个操作环境 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 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Canvas对我们提供的API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所有的API的 Canvas API的方法 都是在这个对象里面 然后传的一个参数是2D 目前基本上都只要传2D就行了 那它为什么要做一个参数 是以为为以后做3D 3D的Canvas做提供接口 目前是有部分浏览器是实现了3D的Canvas 好像Firefocus最新版本支持了 但也没去试 那个时候如果有3D之后 你自己把2D赶3D 它就可以支持了 不用你修改太多代码 当然目前来说 我们所有讲的Canvas 或者说我们这整个课程里面说 以后或者现在说的Canvas里面 都是支持2D的 那再或者它的上下文操作环境之后 我们给它声明了一个变量 当然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要画一个图片先 然后在这个图片上画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要先把图片加载起来 我们图片是在这个里面 有个images 这个有个demo.pngg图片 那我们先生命一个图片的对象 这个是一般的GIS的一个变量 然后给它一个unload的事件 这个unload的事件是什么了 就是表示这个图片加载完之后 会触发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的代码 我们等一下不说 然后我们会定义一个source属性 就是这个images是引用哪一个图片的 引用这个demo.pngg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画的图片 那我们在这个画的图片加载完之后 我们就调用我们上下文的一个操作对象 叫ctx我们的变量 它调用它的一个API叫 draw image 就是画一个图片 那它传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这个image的一个对象 它的意思 它这个API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image画到我这个converse里面 那从哪里开始画的 就是从一个座标 我从就我们这里就从最顶囊 从最左边开始画00这个位置去画画这个图片 直接覆盖上去 那画了之后的话 我还要写一个文字 写一个文字的话 它有一个属性叫feel style 设置一个填充文字的一个颜色值 然后还有一个fund 就是一个这个文字字体大小之类的 最后调用它的feel text 一个方法去绘制helloconverse这个字体 这个10跟20也是说 我这个文字要显示在哪个位置 就是1020这个开始这个这个座标点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字体 用这个颜色值去画一个画一个文字 其实其实看代码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主要是调用它这几个api 先画一个图片 然后再画一再绘制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的话是根据座标的话 其实按道理它就是说我们理解 它就是覆盖到这个图片上 所以就是这种converse的一个一个操作 就是说它不仅仅单单简单 只是加载图片显示到这里 它还可以进行其他的搜索 绘制图片啊 甚至绘制其他的矩形啊按钮啊 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converse的一个list 看大码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要了解几点 第一个就是要有converse的标签 然后获取到converse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操作环境 getcontact是2d 然后调用这个上下文操作环境的各种API去实现 绘图 绘图 绘文本 什么改颜色都可以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各种converse的API 当然converse的API还是非常多 我们这里看有很多 我们一一过一下 这里的API都是基本上是非常主要的 用的特别多的API 我们会介绍 第一个fear style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刚才用到过了 一个需要填充的一个颜色值 或者墨量是黑色 我们刚才改了一个 刚才写的就是一个这个颜色 其实它也是近视别黑色的另外一种颜色 不是 近视蓝色的一种颜色 然后还有struck style struck的话大家记得 在svg里面也记得 应该记得 它是一个边框的一种颜色 可以设置边框的各种颜色 墨量也是黑色 在我们svg里面也有一个叫struck 其实意思是属于边框 还有struck width 可以设置边框的宽度 然后这一页的一些属性 都是颜色和样式的一些基本属性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learn cup 它是表示一个线开始和结束的样式 比如我画一条直线 它开头的样子跟结束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墨量是but 它下面这三个值 but 就是一般墨量的直线就是这种 还有一个round 就是一个圆角 两边都是一个圆角的一个 一个行为 sql sql是另外一种样式 就是直线 它是指你要直线开始和结束的一个样式 是一个什么样式 learn join 这个是一个曲线寡角的样式 刚才前面那个learn cup 是表示说一个直线开始和结束 那我们曲线的话 它肯定有曲线 曲线是有很多个直线 交接结合在一起来组成的一个曲线 那它的每一个寡角的样式有什么 墨量是metal 它现在有下面这几个字 metal beaver 还有round 这种也是圆角啊 这种就是一般的我们常见的一些 一些曲线的一些寡角 比如这种就是直直角的 或者说斜的 都是那种 它有下面这几种值 还有的metal limit 是曲线寡角的大小 比如我一个这样的斜线 我一个假设我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三角的一个斜线 它可以设置这个三角 这个寡角的时候 这个寡角的大小可以长短什么的东西 就是主要设置一些曲线寡角的东西 lain width 是设置线条或者边框的一个宽度 就刚才我如果画一个线的话 我可以设置这个线到底是多宽 然后边框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属性来设置 shadow color 就是设置阴影的颜色 好像默认是黑色 就是大家好像我们在Canvas或者HPG 默认的那些颜色都是黑色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你可以不设置颜色 它默认就是黑色显示 shadow color 就是阴影的颜色 i shadow offset x shadow offset y 就是绘制阴影 x 坐标的偏移距离 它是从哪里开始 哪里结束的一个偏移距离 i shadow bow 就是阴影 是一个阴影模糊度的大小 这一块都是阴影的一些属性 这一块的内容都是一些属性 你设置完这些属性之后 比如我们之前说了 你设置完feel style 它并不是立即取消 而是需要你调用其他的方法 去把这个颜色进行填充 就比如我们之前代码 我们这个feel style设置为 颜色就是蓝色 但你如果这一行feel text 这个方法不调用的话 其实这里设置基本上都没用了 它的意思就表示我先设置完这些这么多属性 然后这个下面当你要绘图实的话 就根据这些属性来绘制 这些阴影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还有线的宽度啊什么 都是这种效果 然后一些颜色和样式的方法 cleo linear grading 这是一个创建线形界面的一个对象 还有一个create partner 创建一个图片的模式 它这个创建完了一个模式之后 也是要需要你调用其他的方法 去使用它这个模式 还有一个create radio grading 是创建一个放射 渐变的对象 就是我们前面svg也介绍过一个光线放射型的一个渐变的对象 第四个方法是一个 i color stop 它是指定渐变某位置上的颜色 前面我们讲svg的渐变也是有这种 只是不是通过方法去实现 而是通过xml的一些属性去实现的 比如也有渐变色 然后设置每一个渐变可以设置color stop 设置在什么位置 它的位置上颜色 第二部分是讲一些pass啊 还有一些click啊 这种基本属性的一些方法 比如fail rig 就是用颜色或者样式去填通一个矩形 strog rig 是用颜色样式绘制一个矩形的边框 就是我画一个表格的一个边框的颜色 还有clear rig 是清除一个矩形里面的图片图形 如果调用clear rig 这个的话 比如我们这个样式 我调用clear rig 这个矩形刚好convers的矩形样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整个矩形给清空了 就是等于是重新开始 从好像用橡皮擦一样 把这个矩形里面的图片给擦掉 begin pass 是开始绘制一个新的pass图形 pass的话 我们这里就不介绍 我们svd里面介绍过pass是什么东西 move tool 也是移动pass的某个点 这里是就是说告诉我这个pass 从哪个点开始绘制 并不是说从当前某个点 画一条直线到move tool 这个方法 这个的话 svd里面pass 它是m一个标签 去实现各种这里方法 然后fill 是用颜色填中当前画布 还有stock 是用颜色填中当前边框 clip 剪切一个区域 剪切后的convers 只是当前区域是可见的 这个clip是什么呢 就是我如果这里 这个图片我已经画出来 然后我只想 中间这一部分显示出来 其他地方又不显示 我就用clip把它进行剪切 就把这一部分剪出来 其他都是不可见的了 最后一个方法是 is point in pass 它传过来是一个坐标 是pump到某个坐标点 是否在pass中 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 那个canvas的一些事件的 事件的方式里面 会有两种方式 我们会介绍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用is point in pass 判断当前某个坐标点 是否在当前的pass中 如果是在当前的pass中 说明用户点击了 就是当前这个pass图形 transform 这个transform呢 就是说一些变化的一些东西 比如scale 或者图形放大缩小 还有lotting 是让图形旋转 旋转一个多少角度 还有translate 是让图形在水平和垂直位置 移动多少个像素 还有transform 是通过矩阵修改当前图形的一个形状 其实这些是相对于图片一些高级的 属性的一些处理 我可以旋转 可以放大 可以移动一些处理的方法 一些代码方法 API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文字提供的一些API 文字的话 它是有下面这个属性funt 我们也介绍过funt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设置字体 它可以是字体大小 还有字体的一个farmory 一个字体到底用什么字体 它是一个字体属性 是一个字体的各种属性 还有taxerange 它这个是设置 以文字水平对齐的方式 默认是start 它有下面几个字 start end 这种大家一看 基本上都可以了解到 我们在做HTML的开发中 都会用到一个taxerange 是文版的一个水平对齐方式 当然还有一个文字的垂直对齐方式的话 它就不是我们CCS里面那种 taxerange 它对应的那个什么另外一个垂直对应的样式 它是指的一个taxerange 它是指文字垂直对齐方式 默认是这个alpha bit ticket 这个当时比较复杂比较难念 就是说它默认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按字母先后现实的垂直排队 还有各种方式 这种handle是可以让它挂起来的一种效果 就是垂直一个文字像这样一个文字 一个句式它各种是什么效果 反正就是这两个是控制文字对齐的方式 然后文字的方法 它有几种提供的API方法 有下面几个fill text 就是绘制一个文本 我们前面的demo里面已经演示过了 stock text 也是绘制一个文本的边框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我们绘制的helloconverse 它是一个实体的用蓝色填充的一个字 如果我们是用的是fill text 如果用stock text 它就会绘制一个空心的 我们简单理解是空心的一个字体 比如hello它中间是没有颜色的 但它两边就是一个字的边框是用蓝色 中间是白色的 就是类似于我们承受的一个空心的字体 它是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mesure text 它这个是测量一个text的quantum 它有个width的一个属性 这种一般在哪里会用哪里 比如我这个里面会要绘制一个很长的一个文字 比如helloconverse hello html hello cst 它可能在这个里面会画不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调用这个方法先测量一下 你要绘制的文字的文本的一些总的长度是有多少 当这个长度超出你画布的长度的话 你要做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处理 这个是它的一些API的用处 然后最后一部分我们讲的API是关于图片和像素的一些操作 这个也是我觉得在converse用的最多的一些API 比如第一个是width height 这个是指定图像的一个宽度高度很容易 还有一个data 它是一个jst的速度 这个是一个包含所有颜色和像素值的集合的一个速度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我们是之前直接把一个图片填充到这个画布里面 当然你如果很牛逼的话 你可以直接声明一个速度 一个data速度 然后每一个一个数字就表示一个像素和它颜色值的集合 你可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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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素把这画出来 比如这个一个点像素是白色 到这里的颜色又变成蓝色 到这里它又变成变成黄色 它一个像素值的集合 你如果很牛逼的话 你可以一个画转 当然我目前的我也没有这种画图的这种能力啊 当然你如果细细简单图片的话 你可以这么处理 那它提供的方法就是draw image 这是一个图片 当然这里的括号为空 不是说它没有属性的 它是有很多属性比较复杂的 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 介绍这个draw image 还有create image data 是创建一个空的图像素数 就是这一点一个素数 然后你对它每个素质里面 属性一个一个进行操作 比如它每个像素是什么颜色 可以来进行操作和来绘制 第三个是一个get image data的一个方法 它获取converse某个矩形位置的图像素数 这个create image data 是创建一个空的图像素数 这个get image data 是获取converse 当前已经绘制了图形的一个素数 当然你如果传的是 传的一个矩形的大小 刚好是我们converse的大小 那它就是获取整个图像的一个矩形素数 当然你可以获取这一部分 这个就看你要获取哪一部分的矩形 put image data 就是跟get image data相反的 它可以把一个已经绘好的一个图像素数 复制到这个converse里面去 当然它替换了也是某一个矩形的位置 就比如我可以把这个hello剪辑出来 然后又替换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去 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都是一个素数的一个操作 好API介绍到这里也介绍我们 也看上去我们也看了挺多的 但是我们不会每一个API多去教大家去怎么用 大家首先 我的想法是大家必须要先了解converse能做什么 它有哪些API 当你知道有这些API之后 你真正以后想用的话 你只要知道我知道converse可以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要真正用的时候 我才去研究某一个API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然后因为它基本形状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svd说的差不多 我们就不再介绍 我们这里只要介绍converse绘制图片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converse一个简单的下面几种图片的一个绘制 一个是第一个是缩小图片绘制 放大图片绘制 还是剪切图片的一个绘制 我们就直接在我们原来这个demo这个代码里面去改 我们先想我们缩小图片绘制 我们想一个什么样效果 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图 这个图片只画一部分 画到这个converse这个图片里面去 那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也是用了这个jaw image的方法 但是它就有后面还有两个参数 就是要设置一个宽度跟高度 默认我们不设置的话 它就是demo这个png这个图片的高度跟宽度 我们这个png这个图片宽度 我们原始的宽度就是202px宽 102px高 所以我们不设置宽度 刚好跟我们converse设置高的宽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它填充了整个图片 整个converse一个画布 那我们假设我们把它缩小一半的话 我们就把它宽度也缩小一半 高度也缩小一半 我们给它传了一个10151 然后保存一下看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它已经画了这种效果了 其实它就是也是类似于缩放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这个图片 我要把这个图片画到这个矩形里面去 这个矩形的位置 就是从00开始到这个宽度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缩小了一半 那如果我们要放大怎么办呢 其实一样的 你就把这个画布的要画到哪个矩形的位置 把它放大 这四个数字表示的矩阵 大家要理解清楚 他就说我要把这个Imager这个对象 画到这个矩形里面去 是按大小数据收放的 如果你这个矩形跟我 这个图片大小刚好一样大 那就是1比1的放进去 如果你这个矩形比我的那个图片要小 那我就缩放 缩小一点放进去 如果你比它要大 那我就放大放进去 那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看一下看一下会是什么东西 把这个水平改为140 我们知道我们的画布其实只有这么宽 202 202高 202高 是吧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矩形比这个大 让我们看一下画质效果是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有一个角显示 它是什么效果 就是说 其实它那个图片是放大的这么大 它是把这个图片放大之后 对应到我们那个矩形里面去填重进去 这就是把图片进行放大图片的一个 把图片放大进行绘制的一个处理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剪切图片剪切图片绘制 我们先回到回到原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讲一下 剪切图片绘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只把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原来这么大 我只想截取这一部分把它画出来 其他的部分我不要 比如我只想截取这一份黄色的叶子 或者说这个绿色的叶子 这个红色的叶子的话我就不要 我只截取这一部分绘制到这个converse上面去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用了 其实也是这个draw image 这个draw image的话它其实参数很多 它会有 我们刚才介绍它有image 还有这里有四个矩阵 然后它其实后面还有四个数字 表示一个一个矩阵 其实它有两个矩阵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过 如果你前面只有四个数字的 表示的矩阵的话 就是表示说我要把这个图片 通过放大和缩小的方式 来填充到你这个矩阵里去 如果你后面还有四个矩阵的话 它就表示什么呢 它就表示你要把这四个数字 通过这四个数字 这个我就觉得先带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在converse里面设计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 一个API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如果只有四个数字的话 它这个矩阵是表示我的画布的大小 就是converse的大小 我要把这个里面者填充到我converse的大小里面去 当它是八个数字 就是两个矩阵的话 它表示了 而是就后面四个表示了画布的大小 前面四个数字 它又表示我要截取的图像的大小 我个人是觉得相当不太好理解的 就是说你前面四个数字 在有的时候它是表示画布的大小 有的时候它又表示图片的一个矩形的大小 我觉得它 我刚开始在用这个周欧音乐的时候 我都搞反了 我都以为这个一直是表示画布的一个矩形大小 后来才知道 它当你八个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如果要对图片进行剪切缩放的话 前面四个是那个 才是那个图片剪切的大小 比如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假设我们要做的一个是什么 我们要做 我们只用图片这一棒 剪切后面一部分 来来来来进行画 那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现在也是剪一部分 就是用一个con 从哪一部分开始剪呢 就是从101和51这个位置开始剪 然后高宽度的话 我们也是用101高框的话 也是用这个剪下来 那这个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要先截取图片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我用八个的话 我前面几个就是说我要先把图片剪下来 剪出一个矩形的一个图片 然后再把它填充到另外一个convers的一个图片上 那这个convers的矩阵的话 我们就直接表示跟convers一样大小的 就是直接填充整个convers的一个距离 让我看一下效果是什么 可以看到我们直接剪切了 这个有一点那个 假设这个ay我们看一下零式下 是不是没有保存成功 还是 哦 这样是 其实它就是什么 我们从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圆图看 圆图 嗯 打开我们圆图对比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画出来的效果就是 把这一把这一部分就把这上面一个角落切出来 画出来填充到这个convers上 这是我们刚才说一下我们先减析了一部分 就是我们只减析了这一部分来画的这个 画的这个就是我们减析了四分之一的一个 右上角的一个图片 填充到这个convers的这个整个画布上 当然你可以减析二分之一的一个一个图片 二分之一的一个图片的话 怎么怎么减的话 我们是应该是把这个高度改成101 保险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是它是减了二分之一的图 二分之一的一个图片 来进行进行放大 只是因为它放大了之后 就形状有点有点变形了 这个就是一个图像的一个缩小 放大和减漆的一个图像处理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四个点切记 当它你是四个数字的时候 给八个数字前面一个位置前面四个点的 表示矩阵是对应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convers的事件处理 convers的事件处理 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convers只有一个onclick的事件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convers的一个onclick 它有一个onclick的东西 那如何判断到底点击convers哪个图形呢 比如假设我要判断它 到底是点了我这个图片 还是点了这个helloconvers这个字呢 那它是没有办法绑定到某一个具体的地方 那它只能通过click事件传递 当前点击了一个xy坐标 然后通过这个坐标的话 convers去判断当前是在哪个元素 就是我们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介绍了 一只point in pass 它判断当场pass 就是我们可以在用户每次点击的时候 我们通过重绘当前pass的时候 来判断当前用户点击的坐标 是否在当前pass 如果它是在当前pass中 说明这个点就是属于当前pass这个形状 那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我们自己的例子 来写实现一种这种事件处理的方法 我们新建一个hgmail页面 我们给它取名叫 就叫avent吧 然后的话我们前面介绍过 我们先把这个convers copy过来 我们就不再直接写那么多了 这个的话我们就把它的宽度跟高度 都设置宽一点 这样的话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我们说的是代码 这个代码的话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什么 就是我们先需要获取这个convers 这个对象 那是document的 getelementbyrd 这个东西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前面就是 query slick都可以 第三个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要获取那个convers的2D操作上下文的一个参数 ctx等于convers getcontext 这个方法 然后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2D的一个参数进去 这样的话就获取了一个上下文的一个东西 然后的话我们先定义一个形状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这个画部上画很多圆 然后用户每次点击不同的圆的时候 我能知道用户点击到底是哪个圆 我们先定义一个圆的一个对象 我们就叫crick吧 写错了 crick 然后给它传一个 这个圆的话 我们传一个x跟y的坐标 然后再传一个颜色值 我们这里的注释我们简单写一下 就是说 嗯 定义一个圆的对象 然后这个圆的对象的话 xy我们就希望它是要告诉我们 是在哪个坐标点去画那个圆 然后这个圆用什么颜色去填充 当然圆的半斤的话 我们就这里就不给它传进来 我们直接定义所有圆都是一样的大小 我们先把这些传进来的参数位置都保存起来 给它定义一些color等于color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些this是怎么用的 那就是属于js部分 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r我们给它定义一个r 这是一个圆的棒筋 我们假设是50ps 然后再给它定义一个click的事件 当然默论是没有事件的 我们就默论是not 然后我们就如果用户调用了我们click这个 这个函数去生成了一个圆的话 那我们就给它绘制在我们的画部converse画部上绘制一个圆出来 那我们这个圆的话怎么会呢 我们是通过pass的方式去绘 那我们就要用了我们pass API pass API我们前面介绍过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一个是begin pass这个方法 就表示我现在要开始画pass了 告诉我那个操作算下文 这些API我就不再一一去看了 大家了解 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讲是事件的一些处理 然后cds的话我就先要pass的话 第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mood to 我要移动到某一个点 这个就是哪个点呢 就是我们当前用户传的他说那个中心的点 就是圆的中心点 然后再画一个圆 封装的一个根据一个半径去画一个圆 就是用一个ARC的一个方法 在我们前面的API介绍里面也是有这个的 这个可以画一个x什么 还有个dcy 就是说我首先要在哪个点画 就是这个圆 这个ARC并不是表示画一个圆 它是画一个曲线 那我们就画一个曲线 我们先闯一个坐标点 然后再闯一个半径进来 这是AR 然后我们要从这个曲线要从哪个点开始画 从哪个点开始结束 当然圆的话 大家可以如果学过数学知道 我要画一个圆是重生吗 我要从一个ARC 一个Pi的一个地方去开始画我的圆 这个圆表示的位置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圆画出来 我再介绍一下这个ARC 是哪个位置 然后再结束的位置 这个是开始的位置 这个是结束的位置 就是曲线开始结束 然后还有一个处是否封闭 把开始和结束 这个曲线进行封闭起来 我们就把它封闭起来画一个圆 然后用我们fill style这个属性设置说当前的颜色 我要用这个颜色填充 然后我开始填充我的圆 用颜色去填充 画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close close pass 就是我把这个pass关闭 这个就是定一个圆 那我们先不管时间处理 我们先把这一点画两个圆看一下 叫C1等于6这个click 然后传一个参数 我们假设第一个传150 这个中心点的150 60150了 然后给它取个颜色叫 给它一个传进的颜色 传一个黄色 Yellow 然后再复制一份 再建一个C2这个圆 把它画圆一点 画一个什么500 然后再长一个300这个位置 画中心点的圆 然后颜色我们给它弄一个红色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效果 我们这里保存完了 我们看一下它效果有没有画出我们的圆转 来看到我们画了一个黄色转 诶 那个颜色 那个红色还没有画出 我们来看 等一下看一下什么原因 没有画这个红色 是不是又没有更新到呢 保存一下CEC2 诶 这个好像怎么是画出来一个出来 哦 这个close写错了 是没有关闭圆 没有关闭那个pass的话 就当做一个pass去 我们再刷一下看一下 好了 两个圆都出来了 其实这个圆画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2Pi 这个是从哪个简 它是从这个右边90度这个点开始往这边画画画画画 零的话就表示它其实是零神于Pi 但是我们就没有因为零神于任何都是零嘛 零也是表示这个位置 它就回到了这个位置 那这两个圆已经画出来 我们希望 我们假设我们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CE 我们希望CE点click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click事件 像a lot的一个东西来 比如说 什么 嗯 this is c C Color等于 等于Yellow 之类的 然后我们CR 我们照样希望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数 我们这 哦 不是说了 诶 回退不了 假设我们CR也是个 CR等于Read 这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就类似于Dome操作一样 可以对不同的对象直接绑力click实现 直接对不停的不同的DIV绑能click实现 类似于这种 那我们这种绑力肯定是不能直接实现的 那我们刚才说用什么 首先它有这个click实现之后 只要用 只要点击这个converse 我就要重绘我的 我的所有的图像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做的事情 我们要绑定这个converse 这个unclick实现 我们在这里绑定一下 这个unclick实现的话 它就会 它就会传 当前点击的一个 一个xy坐标 xy坐标进来 我们假设直接给它取个event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重绘 重绘我们的所有图形 那重绘这个所有图形怎么办 我前面就是说 这个C1C2进行重绘 那当然你简单来说 我可以 重绘的话 我们需要给 我可以把所有图形保持成 在一个宿主里面去 当然我们这里 就不保存到宿主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只有C1C2这两个对象 我们直接进行C1C2重绘就行了 那我们这里重绘的话 要调用哪个方法呢 我们要定义一个重绘的一个方法 比如叫redraw 等于funcation 重绘的话 重绘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它当前点击的坐标传进来 因为我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当前这个图形的 point 然后我们呢 是用上面的方法进行重绘 我们直接把它copy下来 就不重写 当然在close path之前 就要进行判断 千万大家注意 我们要判断 就是我们要使用 easypoint in pass 这个方法进行判断的时候 一定要是在close path之前的 你close path之后的话 它就不属于当前这个pass 这个easypoint in pass 就判断某个点 是否在当前pass中 就是当前这个begin跟close path中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要判断什么 cft easypoint in pass 对吧 这个要判断一个就是一个xy坐标 那我们这个point 就是我们要用户点击的 用点击的xy坐标 我们就把它判进来 当它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调用我们的this 一个click方法 我们就直接这边调用 我们也不忘了这个方法是否存在 因为我们目前说它已经多数存在的 那我们这里要做什么呢 这里我们首先要取的 这个用户点击的一个坐标 用户点击的坐标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直接想到 就是截取evt的一个page x 还有一个evt的一个page y 但是这个page x跟page y 是浏览器的一个点 一个相对浏览器的一个坐标点 但是我们需要获取的是 我们相对的converse的一个坐标点 因为我们converse也有自己的位置 它这里比如这里 它这里是空白的 所以我们首先还要做一件事情 是说我们要先把converse的一个坐标位置 位置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相对浏览器的一个坐标位置 减去converse的位置 才能得到我们当前点击点相对于converse的位置 就是我们图形的相对于converse的位置 那我们需要用的一个什么方法 就是converse对象 就是也不是converse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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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HTML对象 动物对象都有个叫 getBond getBonding getBonding client 它是获得一个当前对象的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的话 它就能获取到一个这个当前对象的一个XY坐标 那我们把它XY坐标保存起来 point等于什么 嗯 我们生命一个简单 简单生命的一个对象 哦 老师按回车了 X等于 哎 等于这个rect 嗯 left 然后Y就等于 Y等于 rect tof 关于这个getBonding client的rect 这个方法我们就不接受了 就是说我们它是获取的converse的一个呃 左右就是一个left的左边top 还有一个宽高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我们就是我们这里的话是获取到这个红色这个点的位置 可以说你以为这会去这个点的坐标 当用户点击这个点的时候 我希望要减去这个点的坐标 才能得去到相对于converse的一个相对坐标 啊外面雨下的好大啊 不知道会不会让大家吵得听不太清楚 那我们这里要首先要我们取了相对坐标就是什么 我们要生命一个对象是把当前的这个 这个对这个去减的 我们也生命一个一个接纵对象 嗯 x等于这个pagex减去我们这个empoint里面保存的 这个我们加一个注释啊 就是converse的converse最 左 最左上角的 的坐标 那我们要把当前屏幕的那个页面的坐标减去我们converse最 最左上角的坐标才能得到我们的那个相对坐标 这个是这个要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不是直接获取page x page y 嗯我们这个page x page y减去它 这个就获取到了我们相对于当前点相对于我们converse的一个坐标 然后我们就开始重绘我们图片 重绘图片完我们直接调用我们的4142的一个redraw的一个方法 redraw 那我们再调用c2的 其实我这里基本上就实现完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效果有没有有没有达到啊 我们先刷新一下 然后点一下 哦好像没有东西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错什么的啊 哦有一个这个46x不存在 point.x point.y不存在啊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point的没有传进去啊 我们redraw需要这个当前点击的对象 我们把它刷新一下 好可以看到我们点击第一个它谈出了这些c color等于yellow 那么再点红色的 还有gc2 color等于red 可以实现了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效果 那这个的话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先绑定了converse unclick的时间就是其实unclick的时间就是说你点击converse 任何地方不仅仅是点击红色 红色它都能它都会进行 都会执行这类的代码 那个这类的代码啊 我们就需要取到当前用户点击 点击相对converse这个左上的左上角的一个坐标 所以我们要取得那个converse 至少走上的坐标进行相减 得到这个坐标的话 我们就对整个图形进行重绘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图形中只有两个圆 所以我们就直接c1重绘 跟c2重绘就行了 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研究一下 如果你图形多的话 你如果c1c2c3c4这样画的比较麻烦 你可以在这个clicko这个对象里面 每创建一个把这个g4对象 扑出到一个一个数组里面 一个全组的一个数组里面 当你这个重绘的时候 你就直接旋徜这个数组 一个一个进行重绘就行了 然后重绘这个数组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close path之前 调用ispoint in path这个方法 来看当前点是否在我这个圆里面是 那我就谈出我的 就调用onclick实践 那这个是converse实践的处理的一种方式 就是关键点就是这个ispoint in path这个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converse实践处理第二种方式 我们先说一下前面那种方式 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的话它只能用in path的绘图 就是说我们用的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ispoint in path这个方法 那如果我绘图不是pass图的话 那就没办法用这个方法 这是一个缺点 还有时候它每次都需要重绘图片 比较耗时 就是我们每次点击都需要把两个图形都进行重绘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图形 所以你看不出它慢 多的话它就会比较慢 因为都需要重绘 为什么需要重绘呢 是因为这个ispoint in path 只有你在绘制这个pass的时候 才能碰到当前这个点是否在这个pass中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简单介绍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 怎么去实现这个converse的一个实践处理 另外一种方式是在画图之前 把每个图形的矩阵数据保存好 就比如 然后用户点击converse之后 直接选换所有图形的矩形数据 碰到当前点击到底是哪个哪个矩形 当然我们这假设就就拿我们这个做例子 我们这里画了两个圆 我们是我们可以在它每次画圆的时候 把它xy坐标和它那个 和它这个r这个半径都保存起来 那有了这个xy和半径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碰到当前的某一个点 是否是否在这个圆里面 就不需要重绘我 假设我就旋黄这两个圆 碰到这个通过xy坐标和r 和当前用户点击的坐标进行计算 发现它属于这个圆的范围内 我就直接调用它的unclick时间 不需要重绘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也是比较好 但是这种的话就需要处理那种 当你不同的图形中有重叠的时候 你要进行特殊处理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去研究 我们这里就不相信用代码去演示了 好了 关于图形处理这段课的话 我们主要翻了两节课来讲 一个是svg和converse 那我们讲到这里也讲完了 当然svg和converse的区别的话 我们在每一节课 关于svg和converse的优点和缺点 都进行了讲解 大家可以进行对比 看一下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应该选用svg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选用converse 这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然后图形处理讲到这里就没有了 下节课我们主要会讲一些动画相关的东西 当然在动画我们那里面 可能也会介绍到converse的一些动画的实现 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图形处理 或者我们自己和其他问题的 都可以在北风网的官网跟我们进行交流 也谢谢大家 谢谢北风网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